老远就看到这辆全新的天翼 Save Aircross 我们公司的第一辆我发现 这是新款的 这是我们公司的第一辆 I-D I-DQ 很快到I-E了 这牌照很新 这个版本看起来 难道也是插混版本 不是吧 不是不是 就普通燃油版的 因为屁股上没有混动的标识 自动挡的 没想到走着走着 就看到难得一见的场景 我这辆大火车过去 我现在走到这个社会停车位 这两辆5008停在一块 这个场景太难接 太难得一见了 因为3008的量 保有量要远远大于5008 这个还是个基地版本的 这个是个低配的 没有行李架 旁边就是3008 对了 又是一辆全新的天翼 刚才公司不是拍到了第一辆吗 但社会道路上面 实际上我经常看到这个车 这是老款的 没想到没走几步 也看到一辆福特野马 再又是一辆老款的天翼 保有量还是不错的嘛 走到这儿 我对面 这个景色位三辆车 最小号的I08 最大号的5008 外加一辆图胜 图胜是欧洲景凑型SUV的销量冠军 又是一辆雪水龙天翼 最新款的 旁边是奔驰和宝马的旅行车 这边还有两辆大众高尔夫 毕竟是神车嘛 保有量非常大 中间又是一辆图胜 作为最火热的紧凑型 细分区间最大的销量第一 可见产品力 生活中真是随处可见 远处是西亚特的旅行车 旁边是斯科达 这又是一辆奔驰旅行 然后帕达特旅行 然后斯科达旅行 这边又是一辆图胜 这个还就是个插电混动版本 又是一辆宝马的旅行 然后要么就是这种紧凑型的 Q3 然后奇亚EV6 我的小红 那一辆老代淋巴 老代淋巴 多好玩呀 这就会很冷 好,我们下载到红冉 好,好,好